下图两条红线是互相平行的 那请问三角形ABC和三角形ABD 这两个三角形面积是不是相等 ABC和ABD是两个形状不一样的三角形 那我们怎么来测量它的面积是否相等 我们先看看三角形ABC 这一个三角形 我以AB边当底 那我在它上面做出AB边的高 叫做CE边 那三角形ABC的面积就是AB乘以CE 底乘以高再除以2 再来我们来看三角形ABD 我把它涂成绿色 我一样以AB作为底 那我画出AB线上面的高 取名叫做DF 那三角形ABD 它的面积就是底AB乘以高DF 再除以2 那我现在把这两个三角形的高显现出来 C1和DF 因为题目一开始告诉我们 两条红线互相平行 这两条红线是互相平行的 那平行线的特质就是 两者之间的距离会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CE和DF都刚好是这两条红色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所以CE和DF是一模一样长的 那我们看看 上面三角形ABC面积的计算 跟ABD面积的计算 AB和AB当然一样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再来根据我们刚刚看到 CE和DF也一样 所以中间这个CE和DF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最后都是除以2 除以2 所以这两条式子算出来的结果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我知道 AB乘以CE除以2 会和AB乘上DF除以2相等 那由于我知道AB乘以CE除以2 是三角形ABC的面积 而AB乘以DF除以2 在这边 AB乘以DF除以2 会是三角形ABD的面积 因此 我可以得证 三角形ABC和三角形ABD的面积 是一模一样的 我可以认识一下